曾俊欣这个名字,你可能很陌生 但不久之后,这位今年才18岁的前世界青少年球王 肯定会在世界网谈占有一席之地 时间拉回两年前 他在2018年的青少年大满贯,统统打进四强 1月的澳洲网球公开赛获得亚军已经相当不容易 5月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和7月的英国温布顿网球公开赛 更是连续赢得两个大满冠军军 打响的知名度也登上各种媒体版面 到了8月的美国网球公开赛 虽然直步四强 但回顾2018年的曾俊欣 可以说是大放异彩的一年 讲到这里,稍微听一下 你可能听过Nova Djokovic,Rovett Nadal,Rogel Federer 这些鼎鼎大名的人物 却不知道这几年的青少年球王是谁 原因很简单 除了青少年的比赛关注度比较低之外 这些新秀要复制过往成功模式到职业赛场上 也会面临许多的考验 举个例子 青少年的比赛也有年龄限制 到了职业赛场就完全不一样 会有人因为你是菜鸟的童精灵 相反的 订阵对手可能都是征战多年的沙场老将 如果身心还没准备好 那更是给了对手祭拜你的机会 踏上了职业舞台 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家人和梦想在奋斗 想要脱颖而出只能靠实力说话 因此很多人即使曾经辉煌过 最后还是被淹没在现实的红油里 所以当2019年17岁的曾巨星正式挑战职业赛事时 很多人一定跟我一样 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 起初他主要以等级较低的ITF未来赛和比较困难的ATB挑战赛为主 在ITF赛事中取得15胜800 胜率超过6x5 7月以后将重新移往挑战赛 整年挑战赛战绩22胜1800 包括3月的凤凰曾挑战赛 打败当时世界排名132的台湾一哥装疾神 让人受到一丝接班意味 另外他也在7月代表台湾参加意大利拿波里赤大运 不负众望躲下南丹金牌 年底的世界排名受在305的位置 总结来说 算是为第一年级的线衣来找出不错的成绩单 对照日本王者王子 最高世界排名第4的锦直龟 同期18岁的排名其实相去不远 不断和比自己实力坚强的选手切磋 也是刺激进步的一种方式 2019年3月 透过外卡参加迈阿密大师赛 一个越级打败的概念 挑战当时世界排名41亿的Joe Sosa 最终以4比6、5比7拍下阵来 但也展现了一定的抗衡力 除此之外 利用多次的赔练经验 把握和世界顶尖好手们的练习机会 无论在技术还是心态上 都对他有不少帮助 概括来说 顶尖选手和一般选手的区别在于 撞墙期通常不会太长 另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适应力强 进步的很快 就像2019年 他面对世界排名300以内的选手 多半输多赢少 经过一个东迅调整准备后 2020年 虽然比赛场次到目前还不多 但有渐渐打平 甚至突破的迹象 持续展现稳定有感的进步 往更高的殿堂迈进 下次打开转播 不妨多注意一下这位台湾好手 也许 你就会在各大网谈赛事中 看见他冲击冠军的身影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X球团 有什么想法都欢迎留言讨论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也不要忘记按赞 订阅加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